针对台湾民众党提出 关于立法院政府院长选举的要求 民进党党团回应如下 从戒严到解严 从万年国会到国会定期改选 民主国会国会改革 是民主进步党的基因 我看到这句我真的快要吐了 国会改革是民主进步党的基因 你要讲清楚 你的改革为什么跳票 第九届进一步落实开放国会 我也肯定你 所以我在选举以前就说 民进党的国会改革 是开放透明往前一步 最起码党团协商全程直播 这该给的肯定我都有给 但我们再来看蔡英文所承诺的东西 人民的国会 开放的国会 专业的国会 结果搞了半天 只有议案协商网路直播 国会频道直播 只做到这个 其他都跳票 你怎么会说国会改革 是你们民进党的DNA 跳票才是你们的DNA 我们再来看 民进党立院党团是怎么讲的 立法院政副院长是否适任 应以其是否适任国会议长为考量 而非以各种诉求为前提 讲这句话 我又看不下去了 2016年 苏嘉全蔡奇昌 那个时候他们要选立法院政副院长 我那时候的人在时代力量 2016年我当时代力量的党主席 我的态度很清楚 承诺国会改革 他们那个时候是来时代力量的党中央拜会 是来拜托的 来拜会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承诺什么 来我直接讲一下 他来拜会的时候苏嘉全说 民进党在新国会 会往人民的国会 开放的国会 专业的国会推动改革 未来也会对国会进行改革 让立法院成为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的表杆 他那时候是有来承诺的 你们民进党立院党团怎么态度又变了 国会改革怎么会不重要 当年苏嘉全没有承诺国会改革 我票会投他 所以民进党 一再的自打脸 从说是假议题 直接打脸你们现任的总统蔡英文 然后又说 那个跟国会改革的诉求没有关系 又打脸 前立法院院长 包括了现任的副院长蔡奇昌 全部都跳票 你们讲这些话自己都不会脸红 还是你们觉得什么 反正我就是这样 没你必要安装 媒体在我手上 跟这些 没那么多 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